云天明是最厉害的男人 他送给心爱之人一颗星星 最后又送给他一个宇宙 这是647号小宇宙 这是一个时间之外的世界 大宇宙里的时间正在飞速流逝 在这里生活十年后 大宇宙中的时间会过去几百亿年 直达末日 云天明希望诚心和关义凡 在这里躲过宇宙的坍缩 在新的大爆炸后进入新的大宇宙 希望他们能看到新宇宙的田园时代 这是一个一公里见放的小世界 有太阳有土地有小气 有充当农夫的机器人 还有这个宇宙的管理者质子 是的宇宙很大 生活很大 诚心和质子又见面了 诚心和关义凡 在这个小宇宙中 过起了失忆的田园生活 耕种散步思考写回忆路 时间一天天过去 向那条小溪中的水平静而流畅 一年过去了 小宇宙中的小麦收获了两季 大宇宙中已经过去了上百亿年 小宇宙收到了来自大宇宙的超模广播 不同的语言构成的信息浑流 拱拱而过 这是宇宙文明的生死簿 如果一个文明的语言出现在广播中 那么说明这个文明仍然存在 或者曾经存在并且灿烂过 广播中的语言种类浩浩荡荡的 奔流到一百三十万种的时候 三体文字一闪而过 随后地球文字也出现了 语言种类达到一百五十七万种时 广播结束了 广播信息很简短 回归运动声明 我们宇宙的总质量减少至灵界值以下 宇宙将由封闭转变为开放 宇宙将在永恒的膨胀中死去 所有的生命和记忆都将死去 请归还你们拿走的质量 只把记忆体送往新宇宙 归还物质 代表他们将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 他们的身体和这里所有的物质 都要回到大宇宙 帮助大宇宙完成探索 最后一起化为宇宙的起点 也代表他们最终看不到 宇宙重启后的前缘时代 而且此时的大宇宙 已经过去了上百亿年 蓝星早已消失 云天明送的那颗星星也早已熄灭 甚至宇宙可能已经不是三维的了 他们回去就得面对 艰难残酷的生存考验 但是成心和关一帆 已经决定归还物质 回到大宇宙 成心是为了宇宙重启的责任 关一帆是因为不愿 在这小小的天地里度过一生 六四七号宇宙 开始了向大宇宙归还物质 从土壤开始 然后是树木地面 设备天空太阳 房子和机器人 最后留在小宇宙中的 只有一个存储着三体 和地球文明全部记忆的金属盒 还有一个五公斤重的生态丘 金属盒像一个漂流瓶一样 将被新宇宙中的文明拾起 复原整个文明 生态球中有阳光 有陆地 有青草 有生命 这是成心为六四七号宇宙 创造的一个小世界 有它在 这里就不是一个 没有生命的黑暗世界 最后 一艘在这三个人的飞船 发着悠悠的蓝光 缓缓地穿过了宇宙之门 成心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三体整片也完结了 下个视频 我会按照时间线 讲述三体中人类文明的故事 感谢关注